说到公交车上的闲猪手可能不少女性朋友都恨之入骨 最近广州又出现了一个色魔 在公交车上公然用她的闲猪手猥亵一名少女 幸好司机大哥勇敢的出手相助赶走了色魔 监控视频显示本月15号傍晚7点多 这名头发较乱个头瘦小的黑衣男在车厢内挤来挤去 很多女士在他靠近之后都会躲避 我这个位置首先刚刚上来的时候 那么见到可能后期这边有女性乘客 有些女性乘客 他又走过来这边 那么到后期又走过来这边的 那么我以为他是小偷 黑衣男怪异的举动引起了方师傅的提案 提案提示提醒乘客注意自己的财物 可黑衣男挤进车尾的时候 两名女乘客慌张地跑到司机驾驶位前 这时候方师傅才明白 原来黑衣男啊是个色魔 我问他什么事啊 那么他就说他非礼他 当时这两名女孩就坐在我现在所在的位置 而这名黑衣男子就坐在我的旁边 当时这名黑衣男子就伸出了他的咸猪手 摸向了其中一个女孩子的大腿 当时女孩子惊慌失措 开始急奔向前向司机寻求帮助 那么司机立刻关紧了车门 准备报警 可是女孩子担心自己说要赶时间 说准备下车 看到这名男子也紧随着下了车 女孩下车之后 司机方师傅不放心 于是让女孩再次上了公交车 可没想到 这名色魔色心未退 居然跟着被他飞离的女孩又要上车 方师傅果断出手 喝止这名男子 因为我怕他不知道还有没有回带空气 各方面的东西 所以就拦着他不让他上来 色魔听到司机要报警 才灰溜溜的离开了 方师傅说 黑衣男当时很猖狂 但车上没有乘客出来制止 两名被飞离的女孩也显得十分害怕 助长了他的气焰 有司机提醒 在车上遇到咸猪手时 乘客应该大声喝止 并向司机求助 遇到确实需要停车报警的情况时 车上的乘客应该团结一心 配合司机抓色狼 别让这样的恶行得逞